1980年左右的老照片 看这个时候的 这是1990年的老照片 也是市民坐车的老照片 跟2022年的今天 又是同样的场景 时间又倒回了32年前和42年前 是多么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啊 别的国家是快速发展 缅甸是要重回历史 难道是不能忘却的纪念 回到过去 回到从前 我们也顺着这些老照片 看一下曾经的阳光 曾经的模样 曾经它的青春 它的光辉岁月 这是苏雷塔 马自达的车 这也是交警在指挥 这张老照片 这应该是30条节 33条节左右 苏雷塔 这是彩色的照片 这种小疤 这种小疤 踹市场 哇 坐满了人 这个车我是没见过 有历史意义的 应该是90年代 它那个照片的群组 结构还是挺大的 哇 这个做的真是多 难得的老照片 正好是借着今天的主题吧 能看到缅甸的车况 历史上的车是什么样的 它有大喇嘛 你看 能感受它的车的变化和服装的变化 这是今天的仰光市区的测况 这是出租车司机 因为仰光的安全的恶化 所以它装到了防导网 因为很多公交车加不到气 很多市民出行遇到了问题 这些公益组织呢 就把这些救援车 还做好了小板凳 你看大家放车上 他们可能这是到苏雷塔 和阳基的车况 接送大家的路线 他们分了几条线路 这旁边是印度庙 这是一个公交车站 能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感受这些人好人好事吧 也能让大家感到 实时的温暖 如果缅甸都是这样的 它的未来不会差 明天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